看影片之前 记得订阅周天卫 Fanasha Chow 的YouTube 频道 按旁边的小钟仔 每次我们有新的影片 你就会立刻收到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25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卫 跟大家说话时事热华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说两件事 就是特首的候选人李家超的政刚 以及中建华着草事件 我们逐单来 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 即将会发表政刚 初博也有计划 就是这个星期六 即是4月30日晚 会在各大电子传媒 会有个论坛的七个台联播 会回应市民的提问 大家当然也很有兴趣想看看 究竟被视为武官的李家超 会有什么的治港理念和良策 大家都知道其实香港社会有很多问题 回归了以来其实未解决的 我想首位都一定是排队等上楼 是一个其中的几重要的一环来的 其实每届的特首选举房屋问题都占了很大的篇幅 李家超在昨天星期日24日落区 去了油麻地一栋的旧楼 探访了两户的基层家庭 这两个家庭不约而同 最大的愿望其实都很卑微的 希望尽快可以上到楼 派到公屋 改善居住环境 其实李家超也有提到 改善房屋问题对家庭的和谐 社会的和谐都是很重要的 他这么说的 他就说我有一个想法 他说如果基层的市民愿意 他们可以选择提早搬进去 新乐城的公共屋邨 他说在入住的初期 公屋的街市和超市的配套 就未必可能完善到 但起码可以让他们早点进去住 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其实这件事都挺新的 很多届的候任参选特首候选人 都没有 好像李家超这次 我觉得比较贴地 跟他的政纲就说以结果为目标 你想想其实他已经立刻做到了 就是说他考虑提前 给有需要的市民上楼 就是以结果为目标 他这个建议已经反映了 其实他是有意愿 去缩短建屋 落成到上楼的程序时间 对于香港一贯 官场一直以政务官思为 这一点的确是有一些新思路 其实市民当然很关心 究竟有没有办法可以重拾 以前政府所说的三年上楼的承诺 但当然放在李家超前面 当然那些数字已经是大潑冷水 因为可能三年上楼 我想短期内都一定不会做到 我们看看一般家庭平均 在新轮后公屋时间 其实在2009年开始 不用两年的直升机 其实几乎是没有停过 一直在升的 今年2月防委会公布 他说只至上年年底 一般申请者在公屋 淪候时间平均要6年 长者都要4年 现在大概有152,000宗的 一般公屋申请 还有我们计算大约有96,500宗的配额 及计分制度下不是长者的申请 即是加上有248,500宗的申请 这个数字其实也挺多 立法会文件的数据显示 2022.23至2025.26年这4年 房委会公屋6自居加上房协公屋的预测落成数量 估计加上大概有50,300个单位 预计都要去到2026、27 往后的五年才会有较多的房屋供应 即是说未来这几年 公屋供应是非常紧张的 另一方面 轻结公屋大厦大约都要等4年半至5年 中间涉及的收地 改变用途等等不同的程序 市民和我其实都很期望 就是想看下李家超会怎样出力 去减少甚至移除一些非必要 或者为做而做的程序 这样就可以缩短到 兴建公营房屋的时间 传媒引述消息人士就说 李家超在未来的政纲 就会提出共同推展这个北部都会区 和明日大禹 他认为两者各有分工 北部都会区就会主力和深圳发展 融合成为创科中心 至于明日大禹 就会借着鄰近的港珠澳大桥的优势 可以打造为大湾区超级交通枢纽 成为香港第三个CBD 李家超也会将项目由现时的愿景 提升去到实践使命 即是他打算落手落脚用力去做 这两个项目去码的确可以有效增加到房屋的供应 但我们都要问一问最重要的问题 明日大禹要2026年才开波 即是四年后才开波开始动工 需要多少时间才有成果呢 现在几年建屋数量都不够 无论是短期和中期内 即是市民是否真的能够可以忍得住 政府又会不会首先考虑推动一些 现在现有的土地呢 譬如北部都汇区呢 起码是否撲释了一些 公营房屋供应的近伙先呢 这个刘黛就是李家超 未来的政綱和星期六晚 他的论坛看看他怎样说 我们讲完政策我们想讲下另外一个话题 新鲜滚热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 一直都挂着学者身份的搞政治的钟建华 他昨天24号就已经离开了香港去了英国 每一个着草的黄友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藉口 钟建华在社交平台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他说他离开香港的心路历程 文章的题目就是 不愿作逃兵 无奈衰避巡 如果我们只看这个题目呢 他就似乎是形容 他的形容 你就感觉到他对香港政府 中央的痛恨 你再看完篇文章 你就会很奇怪 你会怀疑 为何同一个在香港的天空下呢 为何有些人想法可以这么偏激的 我们解说一下 在钟建华的眼中 港府中央什么都是错的 他就形容政府是 污逐而黑暗 洗脑 野蛮与无耻 他又说 当前的香港已经容不下真心说话 只容许方言和假话 七情相面 将黄营的人对回归后 香港的偏见完全表现出来 不过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说真的 你记不记得那些移民了的人 说香港不是人住的地方 钟建华其实明明 你想想一个挂着学者身份 但你看到他戴着那副眼镜 似乎有很多颜色 例如钟建华说 港英年代建立的法治制度 对民主和自由的保障等 到今天已经变成明日黄化 到这一刻 钟建华仍然是扮不记得 港英年代搭钱法治的政治部 仍然是扮不记得 英国在回归之后 插了香港有多少刀 更加扮不记得 黄友搞出2019年的黑暴 这才是自乱世用重点的主要原因 这种选择性失忆的人 说真的说什么学者 对不对 钟建华也有说 警方约谈他 都不是一次半次了 他说很多人都说 说我的处境很危险 危险有多危险 很危险你就不会告诉别人 你可以离开香港去英国 说真的那句 不要这么说话 其实钟建华败酒 一边狠是爱香港 不过其实他狠是爱香港 都是为自己铺路 每个移民的人都很担心 去到英国 难道你好像巴士司机 和教师老婆 去Foodpanda 你是做Foodpanda吗 你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找工作 所以就铺路 就是说他也是很爱香港的 都是希望在香港 仍然很关注香港 看看有没有人找他写一下 做一下 做一下YouTuber 做一下Online 是不是继续找水 不过你说到怎么爱香港也好 你另一边伤 亦都是不停地重伤香港 他的所作所为 不过是重复多一次 对香港的伤害 走啦 香港没有你这些人 只会过得更加好 好了 我们今天焦点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啦